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最高决策机构会议上 撤换前外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事件 这次会议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三中全会 旨在规划国家的长期社会和经济政策方向 并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去留 新华社发布的公报指出 秦刚因辞职被接受 而李尚福和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则因严重违反纪律和法律的贪腐行为被开除党籍 习近平自201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来 一直推行反腐运动 今年上半年更是对36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进行了调查 秦刚在去年7月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 随后因婚外情传闻为公开露面 分析人士指出 秦刚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使得他的辞职 对习近平的形象也产生了影响 李尚福和李玉超分别在去年10月和7月被免职并接受调查 会议还强调了继续深化中国军事改革 以实现军事和国防现代化 但未提及具体的军事反腐行动 其他被调查的官员还包括农业部长唐仁健和火箭军参谋 长孙金明中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揭示了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变动之一 会议的主角是两位已经被免职的高层官员 前外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虽然他们的去职早已成为新闻 但这次会议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动态和权力斗争 这次会议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三中全会 205名中央委员会成员齐聚一堂 旨在规划国家长期社会和经济政策方向 并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命运 新华社的公报如一声雷霆 宣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秦刚的辞职 并确认了对66岁的李尚福和61岁的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开除党籍决定 理由是他们严重违反纪律和法律及涉及贪腐行为 李玉超也是去年被免职的一员 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 一直致力于推动反腐运动 誓言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 今年上半年 党的最高反腐机构已经调查了36名副不及以上官员 李尚福和其前任魏凤和上个月因受惠指控被开除党籍 解放军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反腐行动 涉案人员包括两名前国防部长和九名高级将领 秦刚的故事尤其引人注目 去年7月 他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 随后因传闻中的婚外情而未公开露面 去年10月 他又被免去国务院职务 并于今年2月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秦刚在2022年12月被任命为外长 分析人士认为 这部分归因于他与习近平的亲密关系 官方并未透露秦刚辞去中央委员的具体原因 但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中国中心的研究员宋文迪指出 秦刚和习近平的形象是相互关联的 无法让秦刚看起来糟糕 而不让习近平也显得糟糕 秦刚能够相对体面地退出 公报赋予他主动辞职的尊严 并称他为同志 李尚福则是另一场风暴的中心人物 去年10月他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随后迅速被调查 这一决定显示了中国领导层 在国防和军事领域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决心 李玉超则在去年7月被替换 负责解放军常规和核导弹部队的领导工作 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还承诺深化中国军事改革 坚持党对解放军的领导 并未实现军事和国防现代化提供有效保障 但未提及军事反腐行动的具体进展 此外 农业部长唐仁健自今年5月以来 因腐败调查 仍为中央委员 公报还任命了三名中央候补委员为正式委员 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丁向群 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于立军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于贺红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任命跳过了原本按得票顺序 排在第二位的火箭军副政治委员丁兴农 显示出反腐行动对整个军队的深远影响 原中央候补委员 火箭军参谋 长孙金明中将也因腐败被开除党籍 据公报 三中全会有199名正式中央委员 和165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会议 随着公报的发布 会议室内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而复杂 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一场权力的重新分配 每一次的任命都在展示着习近平巩固权力的决心 这不仅仅是一场反腐运动 更是一次对党内纪律和忠诚度的严厉考验 从政治层面来看 秦刚和李尚福的去职标志者 中国领导层在关键领域 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决心 他们的命运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 更反映了习近平对政治和军事领域 进行全面清理的意图 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是为了清楚腐败 更是为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道路上建立一个更加坚实和可信的领导团队 在这场风暴中 秦刚和李尚福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推进 更多的内幕和人物将逐渐浮出水面 每一位中国共产党成员都在这场风暴中 接受考验 而习近平也在通过这场风暴 牢牢掌控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方向 在中国 政治的变动总是如同一场秘密的芭蕾舞剧 演员们在幕后默默交换位置 而观众只能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次的主角是秦刚 这位曾被视为冉冉升起的外交明星 如今却成了网络热议和微博屏蔽的中心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 三中全会公报是一份超过五千字的文件 内容却如同老掉牙的电视剧 缺乏心意和令人振奋的经济政策 反倒是公报末尾的几行字吸引了所有的关注 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 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个决定迅速成了网民的热议焦点 特别是在秦刚依旧被称为同志 而不像前防长李尚福 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前火箭军参谋 长孙金明那样被开除党籍 网民们纷纷猜测 秦刚可能只是犯了个下半身错误 而不是更严重的上半身错误 就在公报发布的那一刻 中国的社交媒体仿佛炸锅了 自媒体和网媒的微博公众号 纷纷推送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 委员职务的消息 一时间阅读量飙升 甚至一度压过央视和新华社的官方新闻 时事博主大风吹奏感慨 秦刚的命运似乎已尘埃落定 主动辞职还保留了同志的身份 微博大V赵浩阳也指出 秦刚的同志身份与其他人被开除党籍 形成鲜明对比 这说明了两者问题的性质不同 然而 就在网民们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 微博开始了他的降温行动 包括中媒会和大公文会网等大号在内的公众号 纷纷关闭了评论区 这一举动 引发了更多网民的愤怒和调侃 位于北京的做个乌鸦也好在微博上写道 秦刚不是我们能讨论的 微博的屏蔽行动并没有打击网民们讨论的热情 他们开始寻找其他平台继续讨论 美国之音记者发现 江西省辅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微博账号 辅州发布进成了网友的避风港 评论区还有200多则留言未被删除 微博大V若林元三讽刺的留言 小同志 省轩不没找你吗 上海的网民迷失在普罗旺斯花海则感叹 终于找到感开评论的 这位同志 秦刚 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地狱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家颖对此表示 北京一向不喜欢中国网民 妄议中共高层人士 因为这种讨论很容易引发对中共高层决策和判断力的质疑 虽然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未来五杠十年经济决策的风向标 但西方舆论和多数海外学者对此并不抱有太多期待 三中全会公报在微博热搜榜首占据了更长的时间 阅读量突破一亿 但留言区几乎没有实质讨论 重庆的00后 青年盛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公报多次提及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 在他看来根本不同于国际上的定义 他批评中国政府走的是四不向路线 施政口号尖色难懂 普通老百姓难以理解这些政策的内涵 因此只能盲目地表达支持 盛先生还指出 中共在造神 试图塑造习近平的伟人形象 但他和许多中国民众并不相信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国家实力能得到提升 相反 近几年来的开放步伐原地踏步 人民为富先老 加重了青年的负担 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前景越来越糟 秦刚的命运在这次三中全会中得到了确认 他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但仍被称为同志 这意味着他主要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 不大可能被追究司法责任 相比之下 李尚福 李玉超和孙金明 则因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并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联合早报指出 三中全会通过对秦刚 李尚福 李玉超 孙金明的查处决定 意味着去年六月以来 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高级将领腐败案 基本告一段落 秦刚的仕途经历 如同一场跌宕起伏的电影 从外交部发言人一路升迁到中国驻美大使 再到外交部部长 最终成为最年轻的国务委员 然而 仅仅几个月后 他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去年七月被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 十月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 尽管秦刚已被软着陆 但他的未来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网民们对此事件 有着无数的猜测和讨论 但官方始终未给出明确的原因 这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位消失的高官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的案件同样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猜测 而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 三中全会公报中的经济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 依旧模糊不清 盛先生的感慨或许代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声 中国政府搞这些 完全没有一套 是为民的 老百姓现在基本上是无感 未来是否能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找到突破口 依旧是一个未解的谜题 而秦刚的故事 或许只是这场大戏中的一个插曲 在这个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起伏 都可能成为下一波热议的焦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同志们 我们应该明白 一个国家的智力需要铁腕的反腐行动 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 自2012年开始 已经打掉了许多贪腐官员 此次撤换秦刚和李尚福等人 正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对纪律和法律的严肃态度 事实数据也表明 今年上半年 党的最高反腐机构 调查了36名副部级以上官员 这不是说着玩的是在实际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 能够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中 保持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对了 要不是这些铁腕手段 天知道还有多少老虎在暗中作祟呢 哎呀楚天说你这个说法真是天真的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你说铁腕反腐 我只看到铁腕推到了很多高官 而这些人显然都是风口浪尖上的猪 反腐固然重要 但你能告诉我 在这些所谓的老虎被打掉后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多少吗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 基尼系数接近0.5 你说的那些经济增长数据 只怕也只是纸上富贵 没有真实汇集百姓 我看这反腐运动更像是一次权力斗争 换一批人上台 继续谁上谁辅的循环罢了 齐齐啊 你这么说可就有点见风就是雨了 你说收入不平等问题确实有 但反腐是一方面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通过反腐来解决 毕竟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的政府 你要知道 反腐的核心是在于维护党的威信和人民的信任 要是让腐败官员做大 腐蚀的可不仅仅是经济 还有整个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 你提到权力斗争 我承认政治有它的复杂性 但你能否认打掉这些腐败分子 对社会风气的进化作用吗 而且秦刚软着陆 也说明党没有一刀切 也考虑了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 这难道不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楚天书 你这个说法真是太搞笑了 你说反腐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和人民的信任 但你看看这些官员的免职过程 哪里有透明可言 这就是黑箱作业的典范 搞得网民连讨论都不敢了 你还说什么软着陆 这不过是因为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 才得到这种优待 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是犯了法 可没有这么好命 再说了 你提到的社会风气进化 只要权力不受制衡 腐败就会滋生 换一批人上台 问题照旧 如果真的要进化社会风气 不如像古代的包青天一样 把所有贪官一个个都开闸 你看有没有人敢扶 琪琪 你这话说的像是在演绎出京剧 古代开闸 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显然不合适 对于反腐 我们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手段 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你说黑箱作业 但实际上 中纪委的每一项调查都有严格的程序 不能因为结果不符合预期 就说透明度不够 至于网民的讨论 这件事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机密 难道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讨论 让国外媒体也来凑热闹吗 而且 习近平的亲信就更应严格要求 否则 岂不是给反对者落下画饼 所以 秦刚软着陆 更显得党内纪律的分寸把握 你不觉得 这正是政治智慧的体现吗 哦 天书 你这话说的像是从政治课本里背出来的 你说中纪委有严格程序 但这些程序对普通人民来说是隐蔽的 结果只能靠猜测和传言 你说不能公开讨论 那网民有讨论的权利 这难道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吗 你说亲信更应严格要求 嗯 那你能解释为什么秦刚还能软着陆 而李尚福他们就得硬着陆吗 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这些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根本不是你所谓的政治智慧 你这政治课本里没教你 真正的反腐应该是全方位的透明和公正 而不是遮遮掩掩的黑箱作业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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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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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